1,2,3,4 有你不一樣 有你不一樣 不一樣 修來修去 修來修去 我對你修來修去 修來修去 我這樣說 那你常來秘密基地嗎? 喜歡嗎? 喜歡 請問你有女朋友嗎? 沒有 那你國中想要去哪裡? 去台東 去台東 為什麼? 因為爸爸媽媽他們也在那裡 你長大想做什麼? 警察 為什麼? 因為可以抓换人 那你喜歡秘密基地嗎? 喜歡 你在這邊都在做什麼? 玩耍看書寫功課 那你喜歡的女生在裡面嗎? 沒有 什麼大牽喜 還有 蓮esten 開玩耍看書寫功課 聽不懂 當初參與這個秘密基地的客戶班老師 其實就是希望部落的孩子們 功課遇到問題的時候 有人可以替他們解答 你知道小孩子嗎 就是作業如果真的是沒有丁的話 應該是說都沒有很認真去寫啦 放學之後有一個地方可以到那邊寫作業 然後寫完作業之後還可以玩耍 還可以學習其他的東西這樣 我們在客戶班其實比較著重 就是小朋友的日常的生活禮貌 比如說洗便當河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很多小朋友回家 因為山上可能隔代教養比較多 那可能都是回家東西丟了 然後就是爺爺奶奶洗這樣子 很多孩子他們家庭生活真的是很有狀況 可是有這個空間然後有這個地方 可以讓他們互相在一起好好吃飯 對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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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一個家庭有狀況 不是孩子要去撐的 對 然後他們可以在一起然後吃飯 對 然後可以在一起然後吃飯 然後可以然後得起功課 然後其實跟大家開心的一起玩 其實就是孩子 就是因為孩子應該要有的生活 講說很喜歡這裡啊之類的 嗯 會啊 尤其是有電視的時候 真的很喜歡這樣的環境 然後而且他很很放鬆很開心 然後做他自己這樣子 除了課業以外 教育孩子們一些我們 在地的文化跟很多的部落的知識 那咪咪基地這邊說是很彈性的 已經連傳承這一塊都可以讓我們去做一個教育這樣子 所以就很感謝全家 還有咪咪基地 還有吳導演 這樣子愛心可以到那麼遠的地方嘛 對啊 因為這樣子的感動是 其實是會讓我們有心教育自己地方的孩子 其實是很大的鼓勵 我們唯一感謝的方式就是用更大的力量去 去陪伴這些孩子 對 不管是文化上面的 就一樣 但是要不容易 說什麼啊 有你不一樣 太難看了 有你不一樣 不一樣 有你不一樣 有你不一樣 還有我們不要忘記的是 我們在講的 很遠的說話 其實我覺得特別是 engineer 這個人參與 2011 之後不應該也好